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老狄 你开麦 喂老狄 你开麦 喂 开了开了 我没有强制你退了啊 刚是你自己退的啊 不是不是我退的 你一接就退出了 好 我以为你到底要不要讲 你一直自己退 老滴你好,安安幾歲哪裡人? 你好,四十多歲,現在在上海 好,四十多歲,上海的老滴 好,來,那個老滴你想說什麼? 今天晚上是講認知作戰 其實認知作戰這個詞好像是台灣的一個詞 這兩年講的 一開始你談到俄羅斯或者烏克蘭他們放出一系列的消息 我感覺這個跟我們一般意義上講的認知作戰好像不是太一回事 因為它那個是一種軍事上的運用 軍事上的運用就是我們大陸學界應該是叫,比如說叫信息戰 實際上信息戰就比如說在那個戰爭的時候呢 有一方它編造一系列的信息用來誤導對方 來影響那個敵方的民心士氣等等等等 其實老滴,其實你講這個就是認知作戰沒錯 因為你都說這個認知作戰這個詞是台灣這邊來的 那台灣資本講認知作戰當時就是針對老共 就是你們對我們台灣發動的訊息戰 所以就是其實意義是一樣的啦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講的 但是現在 對這個名詞講的這個詞沒有問題了 好,來 實際上現在民進黨我感覺它比較強的地方的認知作戰 不是對敵而是對這個台灣,這個台灣自己 對沒錯 這個呢就是所謂的這個認知戰呢 就是我們俗稱叫什麼呢 叫洗腦 這個洗腦就是跟那個戰爭當中的這種認知作戰可能還是有點區別了 我現在就是我們其實那個更熟悉的台灣這邊的其實還是民進黨那一套啊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我覺得他們做認知作戰也好 或者說是對台灣人的洗腦也好 非常的成功 非常非常的成功 他成功呢 他成功當然他的手段其實都比較簡單 他簡單但是他非常有效 他主要是什麼樣的手段呢 我覺得他郵寄點做的比較好的 第一是媒體 媒體他現在絕大部分都已經掌控起來 對 像現在也就剩下一個題材好像是不那麼綠 我看著好像有點偏綠的方向去發展 他也掌控了 對沒錯 現在好像已經有點綠油油的感覺了 這個題材 你看那個中天 除了幾個節目以外 基本上差不多也掌控了 對現在是有這種感覺 就是整個台灣一片的聲音其實都是從民進黨嘴裡面發出來的 這個是他第一個手段 第二個手段是什麼呢 就是網軍嘛 那麼網軍的話呢 他們鋪天蓋地的在什麼油管啦 還有其他的一些像那個你們台灣那個陰間的那個討論區叫什麼來著 就那個黑乎乎的那個東西 對對對 PPTT的那個論壇 是吧 還有其他的像推特等等 以及在大陸的今日頭條啦微博啦 其實遍布這個台灣網軍的這個主動 非常厲害 這點非常厲害 是 然後第三個手段就是是什麼呢 第三個手段就是民進黨自己的這一些有渠道去發聲的人 嗯 包括但不限於他的民意代表 嗯 他的一些就是他煥養的 有可能是他煥養的 一批這個比如說網紅 嗯 這些人通過他的這個渠道來發聲 對 那麼這是他三個主要的手段 是 那麼所有的人 如果你不按照他們這個口徑去 呃那個 表達自己的觀點的話 那麼在台灣應該是會受到比較大的群體壓力對不對 是 沒錯 比如說被網爆 對 被圍攻 對 被叫你撿那個撿那個那個社保卡 是吧 嗯 等等這一系列的 所以在在台灣我是看過有不少人這樣去留言說 在台灣其實藍營的或者是統派的 嗯 是很難有勇氣在網絡上去表達自己是個統派 或者說自己是個中華民國派 嗯 我就覺得這個民進黨這幾年對台灣人的這種洗腦式的這種認知作戰 嗯 令人 呃那個實在叛為觀止 叛為觀止 嗯 嗯 那麼再說到呢 就是這個認知作戰呢 另外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覺得啊 就是他應該說是一個那個雙刃劍 嗯 呃是個雙刃劍 他既會給自己帶來利益 比如說呃這個對於民進黨的執政來說 可能會有比較有利益的一個輿論氛圍和一個呃民意基礎啊 另外一個方面呢 就是萬一他的這種信息的這種籠罩 有一個有一個口子破出來了 嗯 比如說 那個台灣人深信民進黨那套宣傳話術的人 如果他來到了其他地方嗯 比如說來到大陸嗯 他看到的大陸完全跟他們所描述的是不一樣的嗯 因為在綠媒的描述當中 大陸是個什麼樣的情況啊 就一一片黑暗吧 嗯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是吧 那個領導幹部都在踩在人民的頭上啊 如何如何的 反正就是描繪的是那樣的一方景象啊 嗯 那麼這方景象呢 其實在我們大陸呢 曾經也是這麼 也用的是同樣的一套方法 嗯 就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不是我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而是你們就是台灣 嗯 香港嗯 美國 呃 這些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呃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 呃 呃那個被奴役當中 我們的使命是要去解救 呃 我們使命是要去解放全世界這三分之二 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的人 嗯 然後到了七八年之後 一打開國門 一出去 裸體天的 是吧 發現美國人根本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人家是家家住別墅 人人開汽車呀 人家日子 那過得比我們是好得多了 嗯 那麼 這樣一個反差之後呢 那麼原先所宣傳的那一套就是呃 就是宣傳這個之上所建立的那一套結構 是吧 那套就是他的知識或者他的這種思想意識的這種結構 就立刻就崩潰 對 立刻就崩潰 嗯 所以整個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大陸的尤其是知識界和思想界 嗯 流行的是就是在否否定自己 嗯 這個就是這種呃 原先的這種 我這個我們講這種宣傳也好 或者是別的用用一個什麼別的名詞來說也好 就是這種東西一旦呃那個被崩塌了之後呢 那麼隨之而來的一定會對你原有的這一套東西 強烈的治癒嗯 甚至是否定嗯 所以呢 就會出現一大批比如說出國留學的一批留學生之後 看到了美國的那個真實的景象之後 那麼他有的人就永遠也不回中國 有的人甚至成為了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那個反華分子 好像余茂春這一類的 余茂春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人 那麼五六四年代出生的這批人呢 絕大部分都經歷過這樣的一個一個轉換嗯 八十年代的時候就是有一部 有一部那個紀錄片非常有名的叫河商 那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 這個河商呢 後來 你說 河商後來 河商後來是被禁了 是成了一個禁片 就呃那個他大致的一個邏輯是什麼呢 就是從中國的這種地理環境入手 然後呢由此來推演中國的這種基於農耕 基於黃河 黃河流域的這種農耕文明 從本質上就是落後於西方 就是主要是英美的那種海洋文明 嗯 也就是說他徹底的其實是在否定中國的文明 嗯嗯 那麼這個東西呢就是在那個年代呢 就是 是一個結果吧 可以說是 就是這種反差之後所帶來的一個結果 嗯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叫歷史虛無主義 或者叫文化虛無主義 就是徹底否定自己的文化 嗯 否定自己的這個這個制度 嗯 社會 嗯 就一切都否定 就是現在呢 依然還保留著這樣的 呃一種意思 就是這批人已經非常難以轉變過來 就五六十年代的 五六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 就是包括現在就是我們經常講的 在頭條在微博上的那些公知 嗯 那個發口等 就是一般給他的一個名詞 是吧 嗯 基本上都是既受過六七十年代的那種教育 又在八十年代出的時候 呃 了解了西方社會的這種現實的這些 就是產生的這種衝擊 嗯 所以我說這個日之作戰對民進黨來講 他也有可能他就是一把這樣的雙刃劍 嗯 所以現在民進黨在在在操作 認知作戰的時候 同時在做什麼呢 呃 同時在做的一個事情就是阻斷兩岸交流 嗯 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為了阻礙台灣的年輕一代 嗯 年老的 或者是像捷克你這種 應該算是比較年輕 比較年輕的啊 我剛剛就想你要講過什麼 年年比較年輕 我 我是官方認證青年 我說的老 提醒一下啊 好了 我 我說的比較老的是像那個啊 那個那個趙少康這一類的啊 他們這一批以及像你這個比較年輕的 嗯 你們是應該是了解 有就是有一定了解的 畢竟在馬英九時期還是有交流的 嗯 那麼現在這一批 現在 比如說啊那個20多歲的這一批啊 嗯 以及更年輕 如果他們 呃那個沒有到大陸了 呃這個來看過的話呢 那麼他們應該就是對大陸的了解 就是來源於利美的選擇 嗯 所以阻斷兩岸交流 可以說是他認知作戰的一個組成部分 嗯 嗯 你不這樣做的話 他認知作戰的成效就會大打折扣 甚至會 毫無效果 甚至會起反效果 對 可能會起反效果 是 我記得台灣那個統俗黨那個 那個老大叫什麼來著 張張張 我不知道 張什麼來著 我不知道 我忘了 忘了叫什麼名字 他就說過很有 那個那個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他是說什麼 他說是 就是這些生綠 嗯 其實也最容易轉變成為生虹 哦 哦 OK 如何轉變他們呢 就是讓他們去大陸了解生死的大陸 他一下子就轉變過來了 因為他發現跟他想像中的跟他所接受的這種教育 完全不一樣 嗯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的這個信念立刻就會崩塌 是吧 因為你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東西呢 你你所建立起來他有一個立足點啊 他有一個一個立足點 那就是這個立足點 老弟老弟 現在 在生綠 他不見得會像當年的那種崩塌了 應該是 嗯 就好像當年當年的那種 因為 因為當年你說像像像七七幾年 然後他他到八八零年開放以後 他看到哇原來美國是開洋車住住豪宅對不對 大家是這樣 然後受苦的那是我們喔 的那種因為因為看到物質環境的這種而崩塌 信念崩塌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這種勝率不會因為這樣而崩塌 他們他們的他們支持他們的更多是一種信仰 那信仰這種東西要崩塌 他就不能不是建構在物質上面啊 他必須要建構在一種 他所信仰的那個那個東西 他自己那個底層的邏輯的崩塌 然後他才他的信仰才崩塌 不容易啦 不容易 不是不 我不太同意那位不知道張什麼 那在講 好沒有關係啦 他沒有那麼簡單崩塌啦 這個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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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拭目以待吧 這個 好我們拭目以待 因為他你對還是我對 好來 好的 來然後呢 其實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民進黨現在 認知作戰比較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什麼呢 就是整個台灣現在它這種獨立的思潮 之所以能夠有那麼廣闊的一個市場 因為它也是建立在民進黨的一個認知作戰上面 就是一個一個假設 一個基本的假設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人經常說的一句話 說老共不敢打 或者是老共不會打 或者是美國會來幫 是吧 所以呢 你們不用擔心 就這一點呢 我覺得就是民進黨的這個認知作戰呢 其實也是成功的 對但美國不來幫 美國會來幫已經崩塌了 嗯 就至少老共說老共 這個不會打或者不敢打這一點上 他們是深信不疑的 是 因為很簡單 現在無論 好來 就是它的股價房價都這個都不動 嗯 對 沒錯 所以它其實就這一點呢 就是老共不會打 就這樣的一個信念呢 可以說是在獨派人群裡面是非常深厚的 對 就是要這個要動搖這一點呢 非常不容易 對 對 所以我就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呢 其實我有一個推論 這個推論是什麼呢 就是我說如果武統台灣 台灣的話其實只需要一發炮彈 哪一發 它只需要就是一發炮彈落在台灣土地上的話 武統就成功了 哦 因為這一發炮彈呢 大家就真的要打了 對 哦 哦 這一發炮彈一落地的話 就是他們的整個的邏輯的原點 嗯 就完全崩塌了 老共原來敢打 嗯 然後迅速的所有的信息全部沒有 嗯 他所有的那一套信念就完全失去了支撐點 嗯嗯嗯嗯 那個當然就是今天因為不是談統一的問題 我就 呃那個 沒有關係 下次還有機會 這個副本 對這個副本就不開 下次下次還有機會再開 副本就不開 對對對 下次還有機會 那個你下次談兩岸問題的時候 我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來說一說這個統一的問題 可以可以 因為我有一些話想對你說 好 謝謝 下次我接你你要留下來 哦 你不要自己跳走啊 好 哈哈 不是 他是他真是自動強制我退的 不是我自己要退的 好好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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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你要老弟 好好好 你要記住不是我退的 你要記住不是我退的 我不是你退的啊 我以為你自己要退啊 好好 謝謝 謝謝 不是不是 好好好 再見 拜拜 好 來 OK 再接一位 再接一位